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那么丈夫为何杀害新婚妻子 案件背后又有怎样离奇的故事 明清奇案系列节目 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为您讲解新娘死亡之谜 明清历史500余年奇案频现 离奇的案发现场 出奇的破案手段 令人称奇的判决结果 是历史的记载充满了神奇 还是案件真相过于传奇 让人难以忘记 神断底下有智慧 真相背后藏玄机 明清奇案 法律讲堂文石版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讲的案例 发生在清代同志年间的江西省 赣州府龙南县 一天 龙南县赵志县 接到本县城中杂货铺老板 吴贵的诉状 状告刚刚出嫁不足十天的女儿 妙姑 无端被人杀害 恳请县太爷查明凶手 为爱女报仇 赵志县 见识人民案件 当即传令武座 衙役前往现场 看宴 但见 现场保护很好 宴看尸身 只见妙姑 合一仰面而握 发现浑身上下 没有烧痕 只有刀伤一处在喉 气管 石管 军被割断 应该是被人杀死的 验完尸体 赵志县开始审讯 相关人证 先提讯 妙姑的丈夫 何英平 举公 何家与吴家 世代联姻 何英平 有父母在堂 一个哥哥患有痴呆症 至今衣食难以自理 全赖凶嫂 无事照应 还有一个姐姐 已经出嫁 因此家中 仅有父母 哥哥 嫂子 自己 及妙姑等六人 妙姑还在 强保的时候 就已经许配给何英平 二人相差十岁 妙姑今年才十八岁 出嫁还不足十日 昨日 何英平 随夜赴进城 去搬取妙姑的嫁照 今天早上 与岳父一起回来 担见家中 哭声正片 走近一看 只见嫂子 批发 枕湿 嚎啕大哭 而妙姑 已经是 猴断气血了 审问 嫂子无事 只见她哭得两眼红肿 至今还是气不成声 与公 她乃是妙姑的堂姐 自幼生活在一起 妙姑 原本应该与自己 一起伺候 公婆饮食 起居 所以一早 来喊妙姑 一起下厨房做饭 却没有想到 房门虚眼 出开房门进来 见妙姑 还躺在床上 便上前 推她起床 没有推醒 仔细一看 猴头都是鲜血 不知道被谁所杀 在审讯 街坊四里 所共基本相同 于是 赵之县 搜查 嫂子无事的房间 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赵之县 再扩大搜查范围 连丫鬟 虎人 以及厨房 都烧便 最后在丫鬟 梅香的被褥下 找到了一封书信 封皮上 数 昭解 下数 鱼字 耳无名 抽出信来 但见上面写着 耳目太重 存孤之言 一缓虚语 解早晚留神 他日我与存孤 当不复解 小小钱 游物倾泻 其意思就是 因为人多眼砸 隔墙有耳 存孤所讲的事情 可以暂时 先不要办 姐姐你 早晚要留意 等待机会来了 再下手 将来我和存孤 绝对不会辜负 姐姐的大恩大德 只是这件事情 在小小面前 千万不要泄露 看完谢以后 赵之现在审讯 文正 得知 存孤 乃是 嫂子 无事的名字 小小 乃是 妙姑的 逆生 因为 其生得 千小瘦弱 至于 封别所写的 局 却无人知晓 何言便知道 招姐是谁 讲到 丫鬟 没家 在买入之前 名叫招姐 进入 何家之后 才改名 梅乡 赵之县 审问 招姐 却发现 她根本不识字 也不知道 书信的内容 是什么意思 当问及 曾孤 对她 说什么的时候 她也 无言以对 也不知道 她自己 被褥下 竟藏有书信 此时 妙姑的父亲 攘弊 之前 对赵 实现 说 大老爷 此案 应激 已经明白了 乃是 嫂子 与人通奸 被 小的 女儿 看见 她 走路 风生 才 缩使 姜夫 杀死 小的 的 女儿 那个 鱼 就应该 是 她的 姜夫 这个 丫头 没 香 也应该 是知情者 要不然 为什么 会在 她的 背书下 有此 书信呢 请大老爷 大行 伺候 务必 让她 招出 姜夫 是谁 为小的 女儿 报仇 许恨 赵 直线 听罢 勃然 大怒 的说 混账 东西 本官 问案 要你们 来插嘴 还不退 下去 说吧 贺令 家 已将 吴氏 与 梅香 上了 咱旨 咱 他二人 死去 活来 也就是 高胡 冤 都不知道 此书信 来自于 何处 而所谓的 于 更不知道 是何人 因为 梅香的 订婚 丈夫 姓 高 不可能 是姓 于 既然 二人 不招供 赵直线 也无可奈何 只好 将 他们 拘押起来 等候 查找 新政 再行使 赵直线 认为 书信上 牵扯到的人 都有阴谋 杀人的嫌疑 由于 吴氏和梅香 高胡 冤枉 拒负 招供 赵直线便将 破案重点 转向查找 于姓 嫌疑人上 然而 仅仅通过 姓氏寻人 无异于大海 捞身 眼看这 三个月过去了 也没有任何 结果 这让赵 之线 心急如焚 按照 立部处分 立规定 如果他 三个月 不能够 结案 一是要将 嫌疑人 释放 二是要 承担 降级 降职 处分 所以 所以 他便以吴氏 因为通奸之情败露 勾结 奸夫 杀死 妙姑 灭口 而丫魂 梅香 即 昭解 乃是 知情人 按律 应该将 吴氏 触脚 昭解 为同谋 简易等 杖一百 有三千里 知县能够直接裁决的案件 仅仅是 正八十以下的罪 这样重的罪 只能够 据辞通降 本省的 案查室 复审 逆罪以后 再报刑部核准 吴氏父亲得知 赵知县 已经上报案查室 并且将女儿 逆为死罪 很不甘心 便来到了 省城上空 案查室 得到吴氏的诉状 在查阅 赵知县的通降文书 也发现 其中有些问题 既然是吴氏通奸 就应该有 奸夫 没有将杀人的奸夫 集拿到案 你如何逆罪 实在是草剑人命 于是 案查室 禀告寻府 先将赵知县 彻职查办 另行委派官员 顶替赵知县 承办此案 新官上任重审案件 他能否查明案情真相 于姓嫌疑人究竟在哪里 他又是不是杀人真凶呢 一起谋杀案 为何让几任官员束手无策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 为何曾在新婚大喜之日 惨遭恨祸 明清奇案系列节目 特邀南开大学百化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新娘死亡之谜 案件的疑点重重 新来的官员 也无法破案 以至于连换两名官员审理 也是毫无结果 不知不觉 已经是两年过去了 朝廷任命的新知县 来到任上 得知案查室的意图 如果不能够破获此案 谁的官都别想当稳他了 所以下大气力审理此案 新知县将本县所有姓余的 居押道案排查 将二十至三十岁的男性 一一审讯 得知有名为女友成者 曾经在何家当过疏师 经常往来于何家 因为见到丫鬟眉相貌美 曾经与其调笑 何英毕曾经见到过两次 看见他们与肾相得 想必是相互有好感 至于他是否与无视有染 则难以确定 于是新知县对于友成实行行训 在大行之下 于友成承认喜欢丫鬟梅香 时常来何家串门 也是为了能够见到梅香 因为梅香不识字 所以不可能写书信给他 更不知道妙姑的小名乃是小小 见于友成不肯招出实行 新知县便大行伺候 于友成实在忍不住 就承认自己杀人 但也不甘心 便招供说 杀人者固然是我 但我受人指使 乃是何英毕 让我将书信放来梅香的被褥之下 请大老爷公平裁断 新知县见于友成 已经招供杀人 如今却反咬一口 非要拉上何英毕来垫背 如何肯相信呢 当即将其吃屯一千 编背三百 由于耐不住酷刑拷打 于友成最终按照支县的意思 承认自己通鉴杀人 这桩久拖未绝的遗案 看起来是真相大买 不过案件尚未完全了解 支县就因故离任了 不久 新上任的支县 从这起案件中 又发现了新的疑变 使得这个已经经历 四任官员审理的案件 再起波澜 新支县去债 来了一位近市支县 熟理龙南支县市 因为史料略去该支县的性命 所以这里全切以近市支县相称 近市支县到任以后 要重新審理前任遗留下的案件 在审讯过程中 发现于友成乃是一个文弱书生 不像是杀人犯 并让其将书信的内容抄写一片 近市支县发现 与书信的笔连 与书信的笔体完全不一样 不由大师以惊地说 这笔记不同如此 奈何前任不合的笔记呢 于是提训何音聘 让他也将书信的内容抄写一遍 弹剑何音聘 脸色骤变 很不高兴地说 这封书信明明是于友成所谓 大老爷为什么要我临摹呢 岂不是让小的玷污自己的七嫂吗 切实直线说 于友成曾经招供说 是你让他把书信放在梅乡的备手之下 你如今临摹一下 不就可以解脱嫌疑了吗 因此迫使其书写 何音聘无奈 只好按照书信插写 他虽然是故意显示 刻意使用不同的字体 但是笔风还是字不可言 于是尽职直线说 书信乃是你的笔记 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 便传于友成前来对视 于友成讲出 自己曾经与丫鬟梅乡调笑 被何音聘看到 欲拉齐见官 不得已只有苦苦哀求 却不想何音聘以此为要挟 要他将这封书信放在梅乡的房中 我有短处在其手中 也不敢不从 所以将书信置于梅乡的备注之下 却不想 次日妙姑就被杀害了 使我蒙上冤屈 再审信何音聘 在人证物证面前 何音聘只好承认 书信是他写的 为了避免嫌疑 才指使于友成 放入梅乡的房间 经历四任支县长达三年的审理 一直被视为案件突破口的书信 竟然是新郎所写 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 那么何音聘女妙姑刚刚成婚子 她为何要写栽赃陷害他人的书信 既然书信是他所写 新娘妙姑的死亡 又会不会与他有关呢 明清奇案系列节目 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新娘死亡之谜 发现了何音聘是写信人 他自然就成了杀害妙姑的重要嫌疑人 但除了这封信 其他能证明他与妙姑遇害有关的证据 却依然找不到 无奈之下 近世之县只有先将何音聘关押起来 等待新证据的出现 人们担心这个历史数年的案件 会不会再次成为一桩悬案 不久之后 近世之县审理其他案件的一个偶然发现 却给妙姑遇害案带来了新线索 原来在何音聘被收监前不久 县里还发生过一起新娘离其死亡的案件 而这个案件中的新郎还是何音聘 经过审信得知何音聘 自从妙姑死了以后 父母又为其寻亲 平眉定下了本宪廖室的女儿为婚 何音聘来到女方家中亲迎 看着新娘被送入教中 等来到何家打开教脸 却发现新娘已经僵死于教中了 那么近世之县 得知新娘尚未安葬 带领武座前往验尸 确认新娘是被毒死的 询问新娘在上教之前是否进食 这时候新郎的父母忽然惊慨地说 女儿有一个结义姐姐贺氏 那日曾经前来祝贺 因为他们是闺蜜 所以在女儿房间窃窃私语许久 我们也不好进去听他们谈论些什么 至于他们在私语的时候 是否吃了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时候 廖家一个老妈子插话说 我看见了 赫氏带来了枣糕 是他立劝新娘吃下去的 见新娘父母及老妈子招出了赫氏 进食之限 马上令补义将赫氏火速带到堂上听闪 赫氏救助现场 所以很快便被带到 进食之限 单独审讯 赫氏是女流之辈 挡不住转应兼施 便把毒杀新娘的经过讲出 乃是他与新娘为结义姐妹 曾经一起发誓 永不嫁人 一生都为姐妹 不仅见新娘背蒙嫁人 嫉妒之心 使他生起仇恨 所以在新娘出嫁当日 在枣糕内下毒 以至于新娘死在教中 完全是因为杜恨所致 赫氏毒杀新娘的理由令人匪夷所思 难道他仅仅因毒恨而毒杀新娘吗 为什么何英聘的妻子都是在新婚时残死 妻子妙姑的死亡是否与赫氏有关 赫氏与何英聘又是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些疑问 近世之县对赫氏与何英聘严加审问 终于查明了案情真相 原来赫氏与何英聘相好已非一日 但爱于父母之命 何英聘不能够迎娶何氏为亲 当得知何英聘迎娶妙姑时 赫氏就带着毒药 要毒死妙姑 何英聘劝说道 你用毒药杀人 万一事情败露 你肯定要抵罪 这是小不忍 则乱大谋 依我看 嫁祸于人 而神不知鬼不觉 方为上策 就把自己谋划 对赫氏谈及 彼此认为可行 就让于有成 放书信于 梅乡房中 而自己 趁去业妇家 取嫁妆之计 给人以不可能在现场的假象 然后黑夜遣回家中 杀死妙姑 没有想到妙姑死了 何英聘的父母 依然不同意他与赫氏成婚 竟然 平梅迎娶 赫氏的义妹为妻 赫氏认为 我们已经杀了一个人 还没有达到有情人 忠诚眷属的目的 索性再杀一个 就不信我们不能够成为夫妻 这次他没有与何英铺相杀 而是单独采取行动 所以做事不密 被晋氏之县 查出端倪 得知此行 晋氏之县 立刻祥文上司 将何赫二人 逆为斩首 而释放无事及梅乡 梅乡被释放出狱以后 感叹道 夫妻这样不能够相得 却想尽办法谋害对方 实在太可怕了 因此终身不嫁 与厨女终其一生 何英平以赫氏相爱 并没有收购 但他们不及其争取父母的谅解 却以卑鄙的手段来谋杀新娘 而且是依尔赛 实在令人痛恨 这也不得不怪 当时的婚姻制度 父母包办 使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 也正今为如此 在历史上才会上演 一幕幕的婚姻惨剧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妻子被人霸占 丈夫还被诬告 一起诬陷杀人案 在两刃支线的审理下 越审越端 此案不仅惊动了巡护和总督 而且最终还惊动了皇帝 一个心机颇深的恶霸 究竟是怎样实施他的诡计 让断案官员蒙羞 明天的节目里 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为您讲述 杀妻案中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